品尝完了美食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到福州市郊区 有个石竹山 这里有一个流传千年的启梦文化 相传只要在和氏九仙军面前求愿 之后席地而睡 做个白日梦 然后请妙婆解梦指点迷津 这其中灵验的程度 甚至连宋代的理学家朱熹 还有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克 都曾经慕名前来 左趴 右趟 前卧 可别嫌主持人我大白天的 在发什么白日梦 睡觉也可以让人美梦成真 这里是位在福州福青市南方的石竹山 自唐代以来就盛行以解梦 来为民众指点迷津 消灾四福 充满奇幻的色彩 因此大家都说 这里是最灵验的中华梦乡 也是中国4A级风景区 美梦成真可是有佩佛多 喜梦球院的驾杠地点 就是我们要带您去半山腰的石竹寺 要想爬上石竹山的山顶呢 得要走到好几圈街的时间 所以大部分的乡客都选择 比较轻松省力的方式 就是像我这样搭乘缆车 现在我们就要出发吧 有一次一次上车 上车上车上车 如果不想花上四十分钟 步行上山搭乘缆车 只要八分钟就可以到达西竹四楼 采访当天蒙蒙细雨缭绕群山 更为我们的起梦之旅 蒙上一尘神秘面纱 目镜像雾像雨又像花 石竹山气温终年不到二十度 凉爽多雾 最适合做梦 大哥给我一张 可以让人美梦成真的票 可以让人美梦成真的票 欣赏世辰 欣赏世辰 比如我看到做梦还要花钱买 现在拿了这个票 就可以准备去做一场白日梦了 石竹山这么大 到底要去哪里做梦 要怎么玩才好玩 而且现在雾好大 我都好怕迷路 有这种云深不知处的感觉 美梦姐姐 请问一下这石竹山要怎么玩 我带你去找一个石竹山的中国歌 中国歌在哪 在这里 就是这个 红色衣服的这一位 请问大哥就是传说中鼎鼎有名的石竹歌吗 没错 我就是传说中的中国歌 拥有五年导游自立的中国歌 是福清市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跟着他我们要去寻梦咯 前面就是新军店了 就是那个住门的地方 所以我看这个店门口还有安静两个字 大家进来要小声一点 免得吵到别人做好梦 所以就是在这 没错 然后这边就是那个九仙君那个 许昀的地方嘛 所以先跟他讲出自己的愿望 没错 然后你就要信无打念地躺在这边 睡一睡 所以就是 这里的梦还要大白天睡才有用 对不对 没错 所以太幸运了吧 我现在的那个白天工作时间 正大光明 睡觉了 传说帮人启梦的不是我们熟悉的周公 而是流传在西汉时期 暂时渡山得到成仙的和氏九仙 向他启愿之后 就可以到一旁的主席 做个白日梦 再找庙婆结梦咯 我是中国哥 我今年三十岁 我真想求到一个美娇娘 我希望找个如意郎君永远不变心 中国哥我们去做梦吧 好吧 走 在白天做到白日梦 就要请了解梦的婆婆来帮我解梦一下 婆婆婆婆 我刚梦到我跟一个男生手 这样手勾着手这样转圈圈 这梦是什么意思啊 你给它有意思啊 有意思 有意思啊 有意思 可以啦 所以意思就是八字有两撇了 可以啦 流传千年的启梦文化 道理灵不灵 其实是见仁见智 不过从文化的观点来看 也是一种体验传统民间信仰的好方法 如今这里被列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成为福清市推广观光的重点风景区 每年可是吸引五十万人潮来这里发梦 除了做梦之外 这里还有出奇景值得冒险 而且听说也能让人心愿成真 你看那个锁头嘛 就是比如说你在这边求财的话 你锁头哪一把那边下去就锁住嘛 就是钱财不会掉 就好像那个姻缘嘛 也是夫妻就是把锁头锁进去 就是永远不会放开 所以那么多那么多锁都是大家的愿望 想要锁住好运难度可是不小 尤其今天下雨山路又滑 我们可是拼啦 哎呀 有多惊险 首先要过这高达三层楼 宽度却不超过两个脚掌的仙桥 又称一线天 这边呢就是祈求好运的这一线天 所以你看哦 这沿路上面都有很多这个锁头 不过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声音是有点发抖的 因为要走过这一线天其实是很需要勇气的 光刚在这边呢 其实我已经折腾了五六分钟都不敢走过去 但是现在我决定踏出勇敢的第一步了 这是我的一小步 却是大家的一大步 因为并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往那边走 所以我只能回头对着镜头讲OK 如果我要 今天天气 中下雨路又横滑 刚走完一线天 我下了脚都整个大发抖 我现在又下雨又冷又饿 中国哥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这边就是树菜馆了 我想我现在真的很需要美食来安慰一下 这又小受精的心灵啦 这间十足四旁唯一的树菜馆 是信众美来必吃的餐厅 光是树菜的选择就有100多道 这边树菜的话味道口感还是不错的 吃起来挺清香的 没有花俏的装潢和菜色 开店20多年来最热卖的 反而是到最简单不过的素面 素面吃一碗 它也算是平安栽的 吃一碗回去保平安 所以来这边不管肚子饿不饿 都会吃上一碗 没错没错 素菜餐厅旁边就是远眺青山绿水 相应成辉的绝佳制高点 来十足山这边真的是游山玩水 我们除了上山启梦之外呢 在这边可以看到漂亮的湖顶 就是因为新宴水库而形成的十足湖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坐上小船游览 整个湖面的风光 其实虽然下嘴雨不过 看起来这样朦胧的美景 也是比有一番失意 湖中的鲤鱼岛与十足山摇摇相对 小巧可爱山明水秀 让人更觉得这个中华梦乡充满了灵气 至于我的白日梦到底灵不灵 我们只能希望星辰则灵咯